大家好 我们今天来看一个新的工具 这个工具是专门进行图像处理的 这边有一些它这个工具里面的一些功能 简单来看一下 第一个是这个照片的画质修复 然后有这个无省的照片背景去除 可以更换背景 然后是AI绘画以及这个AI换脸 这个是我们大家都比较喜欢的一个功能 接下来就是这个无痕去除多余的物件 这个功能也是比较常见的 然后这边就是大家需要下载 这个大家自己下就行了 然后我们看下这个下载完之后 它这个界面就是这么一个样式 然后我们来尝试一下这边的几个功能 这也是我们提到的几个重点 首先我们看这个图像增强 点一下它让我们选一张图片 这边我们来选一个 这个照片是比较模糊的 但是这样可能看不清 我们来把它放大一点 然后这边是我的圆图 大家看到比较模糊 这边我们进行了一个清晰化的处理 这个效果还是比较自然的 也没有什么太突兀的感觉 所以它这个画质增强 这个效果还是可以的 这边可以选更多的其他的模型 这个咱们就不去一一尝试了 大家可以自己来试一下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缩放倍数 默认是4倍 假如你需要更小倍数或者更大倍数的 可以在这边来调整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黑白上色这功能 这功能也是比较有用的 然后我们来找一张图片 这个图片显然是不行了 黑白图片 我这边提前准备了一张 大家看一下 然后呢我们这个 把这个黑白上色打开 点这个阅览效果 这样的话它会进行一个处理 我们现在点的是这个 模型效果 第一个老照片的这样一个效果 是这样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黑白照片 这个黑白照片上色之后呢 这个效果明显比这个老照片的效果 要更鲜艳一些 但这个呢 大家喜欢哪一个呢 然后你就去使用哪一个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把它关掉 看一下另外一个功能 这边呢 这边呢是AR换脸 这个我们需要重点看一下 然后这边呢 我们先选一张图片 找一个 那么这个图片 它这边呢 会自动进行一个人脸的识别 这个我们需要去等一下 好我们看到这边呢 出来了 原图 它找到了一个人脸 那么我们再添加个目标 这边有一个加号 然后呢我们随便找一个 就这个吧 那同样呢 需要进行一个人脸的一个查找 好出来了 然后呢点这个交换 这个我们得等一下 它这个换脸的这个时间呢 有点长 它这个应该是在服务器上进行的 好这边换完了 大家看到这个结果呢 是不错的 它激化了脸 然后呢 也做了高清处理 两个一起做了 那么大家需要注意的是 就是它这个换脸的 实际上是把后面这张脸 把它换到了前面这个脸上面 这可能跟我们通常理解的不太一样 所以这一点呢 需要大家去注意一下 然后呢我们看一下 有多张人脸的情况 多张人脸的话 我们需要找一个另外一张图片 这里面有很多脸 五张脸 它这边呢会同时进行识别 这个呢我们同样的需要稍等一下 好我们看到了 这边呢图上的五张脸 它全部识别出来了 它是以这样一种形式 这样的话你可以单独去对应 比如说你想换哪张脸 然后你换哪张脸 它这个好处呢 就是我们之前换过的脸 它这边会有个记录 这个是不错的 然后我们再来添加一个多人脸 这个图上面同样的也是有五张脸 这个我们稍等一下 大家看到这边五张脸 我们随便选 然后呢这边随便选 这边刚才检测这脸呢 就全部在这儿 可以随便去换 然后说这个 我们随便点 咱们看看能不能成功 好可以了 大家看到了 我们来放大一下 这每一张脸呢 都换成了我们这边 设定好的这个脸 它这个效果没有任何问题 非常的棒 然后这个整体的操作呢 其实也没有什么复杂的地方 都是非常的简单 容易理解的 好了 这个就是换脸 我们再看一下其他的功能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 AI图片生成 AI绘画 点一下 它这里面呢提供了很多的 实例 大家可以选一个 你喜欢的风格来画 这边呢 还有很多的选择 这个我们直接来画一个 然后呢 我们来找一段文字 这边呢 有一段这个文字 我们直接用这个 把它复制过来 那么它这个AI绘画的话 支持中文输入 不管是简体还是繁体 这应该都是可以的 然后我们直接来画一下 直接点这个开始 这边这句话呢 大家需要看一下 古风的这个水粉插画风格 唐代乳裙 我拿这个呢 在别的工具里面画了一下 别的里面画出来 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画出来的效果 是什么样子的 看效果 这个图片的效果呢 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整理的色彩呢也比较柔和 这个绘画效果不错啊 实际上那种呢 大家自己试 我相信这个AI绘画呢 大家应该是非常熟悉了 咱们就不多说了 看一下效果就行了 好我们翻回去 我们最后呢 来看一下这个背景移除 这功能也是比较常用的 然后呢 我们看一下这张图片 大家看到这个背景呢 是比较复杂的 什么东西都有 还有很多的颜色 那么我们看一下 它能不能去除干净 然后点移除 这个稍等一下 这个速度还是挺快的 出来了 大家看到这个效果呢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去除的非常的干净 然后呢 我们可以进行背景的更换 改颜色 或者是增加别的图片 这边呢 可以上传自己的一个图片 我们来找一个 这个吧 挪一下 把屏幕挡住 大家看到了 是吧 整体效果非常的棒 没有任何问题 那么这里就大家自己试一下 好 先关掉它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呢 有一个购买按钮 它这个工具呢 现在正在搞活动 点进来 这边呢有一个30%的折扣 也就是打7折 那么我们需要先点一下这个按钮 大家看这边是2799是吧 我来点一下 变成了1959对吧 这个就是已经享受到了优惠价 当然大家需要注意的是呢 这边你需要改成这个繁体中文 这样的话才能享受到这个优惠的价格 好 我们今天的视频就这些 大家拜拜 拜拜